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求神能够让他们也能够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份平安 请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为此合而为一 求神赐给我们很大的勇气让我们能够拯救灵魂 求神能够让我们的新的教堂能够顺利地被建造起来 还有在教堂里面的母亲会的姊妹们也经历苦难 还有他们的孩子们祈求神能够赐给他们智慧 祈求神能够引导孩子们能够按照神里的旨意成长 求神能够让教堂里的孩子们都能够成为宝贵的你能够使用的工人 特别是纪念 纪黑姊妹和汉均他们打开自己的家庭 求神纪念 求神能够引导他的丈夫 还没有得救的丈夫能够早日听你的话语得救 祈求神能够引导这个家庭能够在你所定的道路上行走 他们今天还有不能参加的我们的肢体 求神能够保护他们 天神能够引导他们能够来参加聚会 求神也能够解决我们心里面所有的问题 求神能够恢复我们疲倦的灵魂 以上祷告是奉永远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打开一下创世纪的四章 创世纪的四章的七节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浮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在这里边创世纪四章的这个故事呢 是讲的是这个该隐和亚伯他们向神所献的祭 他呢 神接受了亚伯的祭 但是没有接受该隐的祭 然后在这上面的一节经文 这个五节里边说呢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然后在这里边呢 他描绘的呢 说呢 这个罪呢 会浮在你的门前 就我们不能够用眼睛真正的去看你这个罪 但是呢 他呢 描绘为这个罪呢 就像是浮在你的门前一样 所以在该隐的心里面呢 他呢 有呢 恨这个亚伯的心 想要杀了他 然后在这节经文里面呢 说呢 这个罪就浮在门前 所以圣经里面呢 有很多的经文里面都提到了门 让我们呢 来查考一些这些门 让我们来得到一些教训 在这里边这个门呢 指的是 这个他的心 但是我们问 我们想问说 为什么把它叫做门呢 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边说 它是门的原因呢 不是 也就是说 虽然罪是在外边 如果你要是不把你的心的门打开的话 它罪是不会进来的 所以在这里边呢 它说呢 它必恋慕你 但是你却要制服它 所以你必须要控制住它 所以呢 这里边有新的门 你可以选择打开或者不打开 你呢 是可以这个制服它的 你是有这个控制它的这个能力的 所以没有人说呢 是因为这个环境我避免不了 并不是 是因为你呢 自己把这个门呢打开了 很有意思的是呢 这个新的门呢 是不能够从里边打开的 所以同样就像这个房子的门一样 你呢 是敲门的话 你也打不开 除非有人在里边把它打开 这个魔鬼呢 它能够敲门 但是它是没有能力去 把它 是不能够去 闯到你的心里面 只有你呢 才能够把这个门打开 我们找一下这个 雅各 所罗门的雅各 雅各的五章 雅各的五章 二节 在这里同样的也提到了一个门 如果我们看雅各的五章 二节的话呢 他说 我身碎卧 我心却醒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他敲门说 我的妹子 我的家 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求你给我开门 因我的头满了露水 我的头发被叶露 地湿 所以在这里边呢 他描绘了 这个主在敲门的 敲你的心的门的这个场景 有些呢 你不想开门 因为你呢 感觉有点烦 但是四节的时候呢 说他用 从门里头伸手进来 然后你看到他的手以后呢 你看到了 你便因他呢 动了心 因为他的两手 低下了这个墨药 所以这个墨药呢 就是 是这个给这个 是丝上抹的这个 要指的 就是基督的这个死 所以呢 你意识到了 这个六节的时候 明白了他是基督 所以你开了门 但是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 这个良人已经不在了 所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同样也能够知道 这个主呢 是不会强迫地去开门 只有呢 当你给他开门的时候 才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启示录 启示录的三章 二十节 约翰启示录的三章的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看哪 我站在门外 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 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在这里面呢 也说了门 所以呢 就像今天一样 我们呢 想要来这儿就会 但是如果这个主人不开门的话 我们是不能进来相交的 所以这个门呢 指的在这里面 指的呢 也是你的新门 所以主呢 敲这个旧温的门 同时呢 也呢 有这个敲这个香蕉的门 主 总是想要跟我们一起相交 虽然你工作非常的忙 但是主也一直想在敲你的名 一直想要邀请你呢 要相交 所以呢 只有你看门的时候 才能够和神一起相交 所以呢 这里边呢 这个以色列 他们的 这个 文化呢 是吃晚饭很长的时间 同样呢 信仰生活 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 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时间拿出来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是这个快速时代 做什么都想快速 但是呢 我们信仰生活呢 却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想一下 那 当我们打开门的人 我们要得到的这份祝福是什么 打开这个圣经呢 也是打开我们的心门 我们跪在神面前呢 也是我呢 向神把我们的心门打开的时候 当你 要是信仰生活中 缺了喜乐之后呢 那你需要想一下 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的了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种门呢 在这个传道书 传道书的十二章 传道书的十二章的三节四节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十二章的三节四节 我来读 你趁着年肉衰败的日子 尚未来到 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 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造得主 不要等日头光明 月亮星宿变为黑暗 以后云彩返回 看守房屋的发颤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从窗外往外看都灰暗 街门关闭 推磨的响声微小 雀鸟一叫人就起来 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 所以呢 这个传道书十二章里面 所描述的这一切呢 就是描述我们的身体 就像是一个房子一样 然后在三节底呢 这里面说 看着房屋的发颤 这个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势力 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的势力就变弱了 然后四节说呢 这个三节是从窗户外 往外看都灰暗 然后四节呢 街门关闭 如果我们关门的话呢 我们就听不到外边的声音 当我们打开门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听到 外面所发出来的声音 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呢 我们的听力也会下降 然后通过这些经文呢 我们同样呢 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耳朵呢 也会变得弱了 然后我们看 同样也能够提一个问题 为什么圣经说 我们的耳朵 为什么圣经也描绘我们耳朵 也作为 也是一个门呢 我们的耳朵也是门 因为呢 非常有趣的是呢 如果我们要是想 不听的话 我们就想去忽视的话 我们就听不到 所以呢 我们也在控制着我们的耳朵 所以通过这个门 耳朵的门呢 这个重要的东西会进来 现在的时代呢 我们如果到处看的话 每个人耳朵里头 都塞了一个这个耳机 他们一直在不断地 在听一些东西 然后 我往外看的时候 我就想 我就说 他们到底在听什么呢 你呢 会选择 你要听的东西 有呢 我们应该听的东西 还有我们不应该听的东西 在马可福音的四章 马可福音的四章里边说呢 你要 你要 所听的要留心 你要控制 你要听的东西 你要 所以你应该控制 一直要保持控制好呢 你听到的东西呢 不会造成你的灵魂和信仰 受损失的东西 因为呢 人呢 是深深地被他所听的东西 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呢 同样 基督呢 他 也呢 会打开 来 帮助这些 打开耳朵呢 让他能够听到 所以呢 你在火车上 来回 走路的时候 到底是听 赞美诗呢 还是听讲道呢 这个是智慧的来 守着自己的这个 时间 你呢 会受你所听的东西 会影响的 然后呢 我们来找一下 弥迦书 弥迦书的七张 弥迦书 这哈巴古书的 弥迦书的七张的五节 不要 依赖临舍 不要信靠密友 要守住你的口 不要向你怀中的七提说 在这里清晰的也说了呢 你的口呢 也是一个门 这里边说呢 要守住你的口 所以在人生当中的大部分的时间呢 这个问题 这些产生的这些问题都是由口而发出的 都是嘴给引起的 所以呢 这个夫妻 结婚的夫妻也是一样 这个问题 这个打仗呢 也 都是因着我们的这个说话引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 我们不应该说出来的话 诗篇 一百四十一篇 一百四十一篇 诗篇的一百四十一篇 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 求你禁止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把守我嘴 英文里边是 把守我嘴的门 这里边说呢 要把守我这个嘴的这个门 要禁止我的口 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应该说的话呢 要像个基督徒说的话一样 然后六节 大卫是这么说的 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眼下 众人要听我的话 因为这话甘甜 大卫 我们的David 我们有个David 这个周围的人听大卫说的话呢 是这个甘甜的 像Sister Mona说的是 Very sweet 非常甜美 如果我们来这个香蕉的时候呢 能够知道特别的一个人 你特别的 想听他的见证 因为他那个见证是那么的甘甜 有些人呢 有些圣徒的这个见证是非常的甘甜的 每天早上 当我们早上Morning QT的时候 你都想听他们的见证是吧 这是多么的喜乐呀 如果要是圣徒 要是能够得到 通过我们说的话 然后能够得到这个喜乐的话 这是多么好啊 然后真言的十七章 真言的十七章 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喜爱争敬的是喜爱过犯 高丽加盟的乃自取败坏 在这里边说呢 这个写高丽加盟的 这里边又提到了门 这里边的这个门指的是这个关系 这个 把这个加盟高丽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来这儿的意思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说 你想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呢 那个人他不想跟你说话 然后呢 就是不想这个和你联系的话 也是另外的一个 这个高丽加盟的一个例子 所以对于圣徒 对于教会来说 我们必须得把我们的门 要给它降下来 我们必须得成为那个 那个特别容易被接触的那样的人 也许有的人呢 他们可能说 如果我要说错话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在心里边装一段时间 这个不是这个最好的一个 教会里边的一个状态 所以高丽加盟的意思呢 就是说是阻止人 让阻止人来靠近你 同时呢 同样也在想 这个高丽加盟还有个意思呢 就是 你应该降低 然后去给遇的时候 但是呢 你却只想你自己 把门呢 给它立起来 你呢 就不关心其他 不关心其他人的问题 在这里边 说呢 高丽加盟的结果呢 是乃自取败坏 所以呢 这个高丽加盟这样的人呢 就是那些 只是为他自己的救恩 就满足了 然后不关心其他人 到底去不去地狱的 这样的 我们必须得把我们的门 降低到 打开给我们周围的 这个邻居 然后呢 要住 要看顾我们的这个关系 然后哥罗西书的四章 哥罗西书的四章的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 同样也说了呢 这个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我觉得我们应该恳切地祷告 要为了开这个门 我们这扇门 我们要恳切地祷告 这个钥匙呢 是在这个主的手里边 所以呢 虽然 我们虽然待的地方 好像是很难传道的地方 但是如果神开门的话 我们还是能够传道 这个BBQ的这个门呢 也要打开 然后福音布道会的这个门呢 也要给打开 我们必须得去 要向神去求 然后最终呢 这个最后呢 这个约翰福音 十章 约翰福音的十章 的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在这里面呢 这节经文里面清晰地说了 耶稣他自己呢 就是门 所以如果你要是通过 这个耶稣的门的话呢 那你就会得到救恩 同样呢 在马可福音里面也说了呢 我们要努力进窄门 这个得救呢 就是要经历这扇窄门 人呢 得 救的人呢 就是通过了这扇窄门的人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 说这里边呢 并且出入得草吃 所以这里边说呢 说你进了这个耶稣的这扇门之后呢 为什么还要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呢 这个指的呢 就是说不仅仅是救恩 也在提到了这个得救之后的 这个成长 当一个羊呢 他如果要想合一地去成长的话呢 他必须得要吃草 所以呢 这个打开这个农场的门出去吃草 然后呢 在晚上回来 这样来回的在这个门进来出去 这个就是羊怎么样的成长的过程 问重要的问题在这里说 当吃这个草呢 总是在这个门的附近 所以在门的附近的人呢 就是有多得这个草吃的人 这个羊呢 总是能够吃得丰富的呢 就是住在这个 以这个门为中心的这个附近的这个羊 所以因为这个门呢 是基督 所以基督徒呢 以基督 以这个门为中心的生活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呢 就是这些能够容易成长的人 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总是 以这个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然后我们的这个讲道呢 也是以这个救恩为中心的讲道 所以看起来呢 好像这个羊每天通过这个门来回吃草呢 然后呢 再继续地听福音葡道会 然后呢 通过这个门 然后呢 就这么来来回回在那儿 然后这样呢 成长 所以呢 这个福音呢 作为基督徒呢 总是会听到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这个喜乐的 所以呢 不是说总是想要听这些新东西 而是呢 总是以这个救恩为中心 以基督为中心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呢 看了一下 查考了几扇门 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几种门 我们的心是门 我们的耳朵也是门 我们的嘴也是门 然后基督也是门 然后基督也是门 所以我们呢 应该继续地控制 掌握我们的门 然后呢 正确地生活 然后我们应该呢 把我们的门降低 让我们的这个关系要打开 然后和周围的人有好的关系 把他们引导到这个福音里面来 我们讲到九道次 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